不過剛剛也提到 在國內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 是沒有達到這個保二的標準 外界期待政府可以發放 這個消費券來刺激買氣 不過行政院長江儀化 還有立委都表示反對 因為這不但會讓民眾有依賴的心理 更會增加政府舉債的負擔 但是第一季的GDP只有1.54% 民間的消費信心可以說是明顯不足 江儀化就要求相關的單位 要在一個月內找出解決辦法 而對此經濟部長就表示 他們會努力的舉辦美食 還有採購節等活動 讓消費力成長 主機總處公布第一季經濟成長率 原本預計3.26% 卻直接砍半只有1.54% 行政院長江儀化說 民間消費信心不足 所以要救經濟刺激買氣 而且只給相關單位一個月的時間 當然我們會努力 我們會努力 擴大商圈的活動 還有美食走透透的活動 希望次區國民到餐飲業去消費 我們也會辦理一些台灣採購節 經濟部端出各種辦法 先前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義 也建議發放消費券 對於這個構想朝野立委齊聲反對 他去舉債 那舉債是怎樣 是從後代年輕人口袋裡面掏錢 出來給這一代的人花 那這樣的話能夠真的就經濟就會起來 也不見得 上次發證明是無效的 所以再發哪來的錢 不是發消費券 他其實整個產業轉型 產業外移 所要面臨的許多的事情都沒做 目前來說消費券似乎不是 舊經濟的唯一解答 但如何復甦景氣 增加民眾購買慾望 政府和相關單位可要動動腦 好好想一想 有電TV 綜合報導